来吧 好,那我们已经在这个珍珠的地方回穿了两次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线调整到这一颗 这一颗 不管你是用这样子前进这样子绕圆的方式过来 或者是前进这个中间加的这一颗珍珠到对上去 好都可以 那我们要用这个方式 因为这里只有做一次而已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一颗珍珠 这个珍珠花把它固定在这个织带上面 所以我要稍微的这样子把这个花贴起了这个织带 然后看在这个珍珠的它的下侧的一颗珠子 前进一颗或者是两颗都可以 前进一颗或者是中间的两颗都可以 然后再来回穿反方向回穿这一颗珍珠 就刚才是从珍珠的右侧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左侧进去 然后再来一次 跟刚才一样 就等于是固定三次 这是第一次 好那我们要再前进这个织带 最后一次我们来把这个线 回穿到姿带 那我们要来做上下缝合姿带的动作 那我会建议就是先把这个 这个起边的线先收掉 因为等一下它可能会到背面 或者是在底下这个中间的地方 会不容易收线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条线先收掉 这条线我们先来做收线的动作 它现在在外侧 那我们就朝内 然后再下楼梯 但是一定要做回转的动作 那它现在是在最外侧 那我直接在外侧做回转的动作 我甚至可以在这里多做一个口字形的锁紧来 把它锁紧 因为做一个口字形或是八字形 它才会固定牢固 那现在我可以就是把线再调整到下一个位置去 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会变得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下楼梯 如果没有办法 就不要一次前进太多不合的主折 我们可以这样子一次一刻 因为它现在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前进一颗 再往它的左上一颗 因为我现在是往左边的方向前进 而且是往它的上侧的那一颗 往它的现出来的那一颗主折的 左上的主折去做前进的动作 这个叫上下楼梯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在最外侧的地方来做回转 或者是在中间就做回转 这样就是会有一个闭锁的功能 那我一样这样就一个口字了 那我一样再做下楼梯的方式 再做一次 线是在这个最右侧 那我现在就往左边方向前进一颗 那如果你往下走就下楼梯了 就是它的左下 然后再左下一颗 好那我也可以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做回转 直接 这个是在中间的位置 它的上下段都可以 你要前进这一颗线出来的上面 或者是下面的桌子都OK 然后再来 这个线要小心不要卡到 再回穿刚才线出来的那一颗桌子 这样就锁起来了 这样就锁起来了 那我们做几次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线直接剪掉 那起片的线我们已经收掉了 好那现在就是这个顽边的这条线 长的线还在我们的手上 还没有做结束 我们要利用这条线来做结束 那你如果要让花在上面的话也可以 那你要让花在这个像这一个 让它在下面的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坠子的这个圆的地方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这样子就是让它比较偏中间上面也是可以自己决定 就是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花就是上下各有一小段的织带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让它偏上 然后就是下面有一段织带 像这样子 这个花的位置可以随自己喜好 这个的话是稍微偏中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偏上面 那就固定的话就固定在这个地方 就是稍微让它上下各有一小段的那个织带 但是你在固定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固定的时候不要直接从这里下去 如果我现在好这个花我要放在织带的中间 那它上下都有那个织带的感觉 那我就要把这个线调整到这个 一样不管是怎样都一定是在这个 这个位置来做缝合 一定是要贴着这个 这个黑钥匙坠子的这个顶端的位置去做缝合的动点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线调整到这个花的 差不多根部的那个上面 那这个线我就要稍微移动 就不能在这个位置来做上下缝合的动作 那一样要慢慢调整 这样子 稍微移动 那其实这个织带你要放哪一边都OK 所以你可以不用移动线 就直接这个织带调整一下 除非你黑钥匙你要有哪一面比较漂亮 这样你要调那个位置 就要去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我要去做这个地方的缝合 所以我现在这里的位置不够 我要再往我的左手边移动 那我就要一个两三段上去 因为不好握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拿起来 不要贴着 那我们就以上下楼梯的方式 要缝之前要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位置 好 那我要这个位置 差不多 那我现在就要把它缝到背面去 穿到穿过两个支片 就是上下支片 在中间位置会比较不好缝 因为它刚好是在珍珠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个缝合的时候会比较 不好握 因为小 就是记住一个原则 线不要外露太多 然后它缝的时候就是上下支片 看一下 它是穿过两个支片 好 那这个这样子有一点的距离 不行 我们要让它再密合一点点 这样子 比较密合 它距离其实是上 事实上它是一个贴着这个 黑钥匙的这个 坠子的这个 头的那个地方 好 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中间就有一条线 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线 那一条线不够 它没有办法牢固 所以我们要再往前面 再回穿到这个正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穿过这个织带的一颗珠子 那再穿到背面 我们要回穿到正面的时候 一定要穿过这个后面这个织片的一颗珠子 然后再往正面穿过去 先穿过织片的一颗珠子 这是背面的 那再回穿到正面去 再前进两颗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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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正面 再前进两颗珠子 再前进两颗珠子 到正面 一样是穿过两颗珠子 那你要再回穿到背面的时候 一样也是要穿过这个织带的柱子 再去做手 那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中间的比较慢 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差不多是那个织带的那个适当的位置 去做穿到背面的那一个一颗 就对称的位置一颗 这样就可以两侧就可以先把它红合起来 那你要回到背面 一样就是在这个回到刚才的起始面正面的话 那你就一样就是用下楼梯的方式一颗 再回穿到正面的这个一样边缘的一颗柱子进来 然后再往它的上面或下面的位置的外侧的上下正上方或正下方的一颗最外侧的柱子穿出去 那有一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固定起来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固定起来 那你也可以用中间的地方是上下两个支片去做缝合的动作 那整个做好之后它就是一个坠子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去这个黑钥匙的坠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这一朵花是在下面 这个珍珠花是在上面 那可以自己在固定的时候编织的过程都一样 只有在整个缝合最后的这个缝合的阶段的时候 再把珍珠摆在你要的那个位置上 再去做缝合的动作 好就是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 do it because it's